大家好 各位大家早安 我是陳柏鴻 每天早上收看財富迷惑節目 我們從美國股市的收盤來看 當天台北股市的一個狀況 我想上禮拜五的這個 應該說上禮拜四 上禮拜四美股創新低 破低點 破低點之後當天我們跟他談 禮拜五早上跟他談到的時候 因為禮拜四其實已經出現 類似於恐慌的一個下煞 所以當時跟他講說 大概禮拜五或禮拜一 上禮拜五或今天晚上 美股應該最少會出現 先止跌或是一個反彈 我想上禮拜五的一個訊息當中 我想美國股市裡面 有非常多的利空 一大堆 你要找利多不太容易 但找利空了一大堆 包括石油有佔上90塊美金 然後還有包括這個AVD 這個他提到年底前還會在升息這件事情 那甚至於還會讓高利率 限制性的利率維持更久一點 那從點證圖來看的話 可能會到2026年 哇那時間蠻長的 大家想糟糕了 這個高利率維持這麼久 那股市行嗎 其實某個程度來講 理論上來講是不太行 但是有時候實際上在食物運作上不見得 一定不行 所以這點我想在操板上要保持彈性 這是第二個部分 那另外就是美國三大車廠的一個工人 我看起來好像 因為他們要求加薪的幅度其實我看得下不小 大概要求是加薪40% 光這40我想沒有一個企業老闆受得了 那當然好像福特已經有做某種程度的妥協 但另外兩家車廠的是堅決不肯 所以這個罷工的這個部分可能會持續進行 那這個部分會影響就是說 這個好不容易慢慢恢復這個汽車 這個生產秩序的一個部分呢 可能會因此的時候delay 也就是說可能像疫情期間 各位想要車子要等好久 造成連二手車都漲價 那這次會不會變成這個樣子 或許有可能 但是我想應該還不至於像 這個疫情期間缺晶片 造成車子無法出貨這麼嚴重 我相信多多少少還是會造成 這個車價的上漲 然後轉嫁給消費者 那這點就是所謂的通膨因子 然後我想談這個東西都是主要 大家害怕這個通膨 讓FED被迫提高更高的一個利率 讓這個股市或者說一般 這個有金錢需求的一個企業 或是一般這個投資人 產生比較大的一個資金成本壓力 那另外就是 除此之外 在美國的十年期公債殖利率呢 我想上禮拜也看到4.5 然後4.5 其實已經創下2007年 金融海嘯來的高點 那這些訊息 各位林林總統攤開一看 哇 好像沒有什麼叫利多的 對股市來講通通利空 那包括上禮拜這個 我想台積電 在禮拜四開低往下 這個創新低點 那在這過程當中 那當然呢 各位可以發現到 禮拜五的台北股市 有沒有因為 每股禮拜四大跌 而讓台北股市禮拜五 上禮拜五 開低走低 也再拉個低點 好像沒有 禮拜五的台北股市是開低 拉高 慢慢慢慢稍微翻紅收盤 那這個東西 其實我上禮拜五 跟她姐早上盤的時候 跟她談到 其實有時候 金融市場 你看到找不到 所謂的利多 我們剛剛念一大堆 都是利空 沒有什麼利多的 那有時候 在跌一段之後 你發現找不到任何的利多 有時候股價本身跌升 它就是一個利多 所以在禮拜五 我想 我不曉得各位禮拜五 怎麼操作 早上開低之後 你是找股票買進 還是乾脆就把股票賣了 因為看到禮拜四 美股跌成這樣 亂七八糟慘了 好像抵不知道在哪裡 那我想那天早上 跟她提到過 你要去再學習一件事情 利用在市場 利空造頂的時候 然後去思考一個問題 利空造頂有沒有機會 利空造頂的時候 其實我個人在這個 從我進證券市場 到現在為止 那我的心得是 以前我看到利空 我就啊糟糕 利空不對 先砍再講 我也是這樣子 當時年輕的時候 那後來時間在操盤久了 那你面對了所有的利多利空 經過好幾次的一個大的 cycle 從各位所 126825那一段 因為我在學生時代 我沒有經過 從12682之後 我這個畢業退伍完之後 那經過一段這個 應援聚會進了市場之後呢 那後面的每一個 cycle 你看一萬多點 10393啊 還有點點點的這個3411啊 2485之後的這些 所謂低點跟高點 你經過一波一波一波的一個洗禮 你了解金融市場 大概是怎麼回事 什麼回事 就是基本上 金融市場裡面 就是充滿機會跟危險 那什麼叫危險 不確定的東西叫危險 什麼叫機會 有未來的東西叫機會 你發現只要任何產業 任何公司 它的產品有未來性 它基本上就是叫做機會 那什麼叫危險 危險就是當你 有一件事情 或者產業前景不太明朗 看起來沒有把握 基本上它就叫危險 可是有時候 當你看到危險的時候 你就看到跌了 中錯了 跌停了 那這個時候反而你要思考說 都已經摔下 人家都已經把股票砍出來了 這個時候難道沒有 減便宜的時候嗎 那如果減便宜 這種便宜是可不可以減 各位思考這個問題 所以在我們談到這麼多的 概念性的一個 投資概念之後呢 那我們先回頭來先看看 上個禮拜五 美國股市到底 這個 有沒有如我禮拜四 大概預測了一樣 就是 當美國市場 禮拜四已經跌到 這個四角朝天的時候 可以講四角朝天 那這個市場 大概看一下 那道琼呢 禮拜五 持續創新低 跌破了前波低點 但是這個上個禮拜五的黑線 比較小一點點 當然了 上禮拜五既然是如此 我們看人家周線圖 那周線圖還是一樣 各位 我們上禮拜提到過 前面有四根紅線往上拉 那 縱使禮拜五的收盤創新低 它 以周線圖來講 它第一次跌破 這三條均架線 然後所有都跌破了 照來講 這看來就是一個空頭 可是如果把均線拉掉 然後節奏把均線拉掉 可以發現到 如果均線拉掉的時候 它第一點收在這裡 那有沒有 就是基本上 你可以說它灌破這裡 就是這個平台的一個高點 灌破平台高點 但是如果你 以前波起上點的角度去看的話 它們跌破沒有 還有一點點距離 所以代表說 多頭在壓回測試的過程裡面 因為上禮拜一大堆利空 我剛念的都是上禮拜之前發生的利空 集合在一起 什麼罷工 子力率上升 油價上漲 FED 偏銀派的一個 所有會後聲明 因為九月份是暫停升息的 但是這個 會後聲明是認為我還會再升息 甚至會把限制性的利率拉得更久一點點 那這些利空裡面 那 好 既然來了 既然來了 遇到你就測試 測試什麼 測試這波多頭 我們講最後這一段 這段拉上來之後 到底成不成得住 承受不成得住 這一大堆的利空 其實這一堆利空就慢慢盤跌下來 至少到目前為止 看到上周線為止 它還沒有灌破原始起漲點 那沒灌破代的話什麼 多頭還是用用 還是沒有直接被打敗 雖然利空一大堆 所以我們來看第二個 比跟台灣比較有關係的一個 加這個道瓊指數 不是 對不起 這個納斯達克 那納斯達克指數 我們看一下上個禮拜五的收盤 一樣是收跌的 我們上個禮拜提到過 尤其納斯達克指數上個禮拜 是直接跳空開低 往下一根黑線 那上個禮拜五 它直接先開高 去挑戰上禮拜四的一個高點 沒過 那壓回來 好 還是收個小跌 那小跌灌下來之後呢 它並沒有直接灌破前波低點 那我們之前在 如果各位每天有看我節目的話 上一波在壓後的過程當中 我曾經在這一根長黑的時候 我跟大家講過 這個我記得好像也是禮拜 禮拜四的樣子 我說這個應該是隔兩天之內 應該會出現反轉點 那果然沒錯 當禮拜五當天晚上開低走高 雖然是跌的 但隔天禮拜就開高往上拉 所以進行一波所謂的什麼 針對前波大跌的一個 V型反彈 那台灣之後呢 目前再度回撤前波低點 那昨天的這個壓回空間當中 它也並沒有直接用一個黑線 去灌破前波低點 那代表說一個程度上來講的話 那美國科技股 在一個程度上 雖然看起來 如果你把圖縮小 看這個圖 一般看到這個圖都會產生 有一點澀澀發抖 為什麼 長這麼多之後 一個壓回就算沒關係 反彈沒過 再壓回 又來到前波低點 萬一這裡灌破 會有人想說 那要嘛用A B C 那A B C的話 大概往下殺到這裡 那如果有人看比較空 這個不叫A B C 這看起來像是一個頭部 如果你把這個線一畫 哇 這個叫頭部 如果這是頭部的話 殺下去 而且幅度那可不是A B C可以解決的 這裡就各位 要考驗各位的這個後面看盤 你怎麼看 圖形大家都會看 因為如果圖形打開來看的時候 大概差不多差不多 不會離太遠 你可以有很空的看法 你可以有偏多的看法 那但是我們把圖再縮小一點 我個人看法是 如果你把納斯大指數 從去年10月份 就是我們這一波 這個終極大反攻的這個低點 然後10月份 去年納斯大10月份的低點 跟台北股市 去年10月25號 也是在12629點的低點的時候 一路走到今天為止這個波段 漲上來為止 各位很明顯看到 我講過好幾次 這裡到這裡 很明顯它就是主升段 這一段到這裡就是主升段 那主升段結束之後 壓回 漲多拉回 那再反彈一次沒過高 這個大概 這反彈幅度大概0.8位置 就0.8沒過往下再殺 壓下來的過程當中 那麼這邊我認為它還是屬於什麼 一個整個多頭的格局之後的 一個修正波而已 也就是說我認為這裡還是屬於 第四波的修正 它並不是走入一個新的一個空頭的一個cycle 所以從圖形的角度來看的話 那我認為這裡仍然是屬於 這個主升段之後的一個 休息的一個 第四波的一個修正 那這個第四波修正完畢之後 但第五波大概是 市場上一般工人最比較難抓的 為什麼 因為一般第五波 也會被人家稱之為邪惡的第五波 可大可短可長可小 它沒有定數 這個沒有定數完全看環境的變化而變化 所以這個第五波段一般來講 對老手或者新手來講 其實都一種考驗 那尤其老手會看到這裡為止會有點謹慎 那不管如何 目前畢竟還是在第四波的修正當中 它還沒有進入邪惡第五波的 任何一點點都還苗頭還沒出來 那當然在將這個禮拜週末 是一個中秋 那今天就有投資人問我說 老師這個會不會中秋又變盤了 那是不是應該利用這個禮拜 這個中秋節之前 禮拜四之前 趕快有股票 能跑趕快跑 為什麼中秋又變盤來了 我想如果我們現在還在談中秋變盤 端午變盤 元宵變盤 那這個東西其實就我之前講過 其實現在AI機器人出來之後 如果未來你把AI機器人套進股標市場 在應用的時候 其實已經有一些模型在 試著在做這個動作了 AI目前最厲害的地方是什麼 是大數據分析 也就是說你只要為它Data 訓練它 給它邏輯判斷 那AI機器人就開始找那個邏輯 你給我多少Data我就可以很快算出來 算出來之後去做統計資料 大概它會判斷出最高機率 因為發生什麼事情 這AI機器人目前比較厲害 會類似真人的一個判斷 那如果今天大家常談的這個中秋變盤 端午元宵變盤之類的話 假如過去經常有效 那AI機器人也會知道 那到底這次會不會有效 它會經過所謂的機率去判斷 那這樣的判斷股票方法 到底行與不行 我想某種程度上你可以說有參考性 但一定程度上 因為現在世界變化的速度非常快 所以有些時候過去的一些 所謂的景氣循環cycle 不見得一定適用 所以在這裡操盤的過程裡面 對我來講我是保持彈性的 要不然的話 這個你以後把AI拉出來 那聽AI就好了 當然Mono程度上 因為基本架構它會先把你算好 你再去做最後判斷 那所以這個東西在應用過程當中 各位去了解 那所以這個禮拜之前的這個所謂的 中秋節的這段期間 那我們想個問題很簡單 請問 9月份大盤是漲還跌 我們看大盤 在9月份之前 應該說今天之前 今天之前這段期間 9月份是有了 跌了然後又漲4天 又跌4天 那往前推8月份 8月份是一路跌 跌完之後反彈 一直延續到現在 也就是說8到9月份 基本上這個大盤格局 基本上是屬於偏跌式的 至少從8月1號到現在為止 它基本上是一個向下的 那如果以變盤的角度來講 所謂的變盤是什麼 就跟前面不一樣 如果中秋節一路大漲 那變盤就往下 那你今天你說 已經跌一個半月快兩個月了 跌兩個月中秋如果真的變盤 你說是變上變下呢 然後各位思考一下問題 我也不給各位答案 那這東西我想自己做一個判斷 當然如果你想參考一下 我今天早上堆大盤的一個 可能的方向 還有值得留意的標的 那上禮拜五 我在節目當中特別提到 因為上禮拜之前特別跟大家介紹說 在AI的硬體商機當中 除了各位所過去熟知的 包括廣達 英業達 技嘉等等 這些AI類股 包括整個禮拜五 拉上漲停板的銀邦 做的機殼的銀邦 還有大漲散熱的旗紅 雙紅 那除了這些大家傳統知道之外 其實在這一次我們講過 9月6號的一個國際半導體大展 在台北市南港辦的這個展覽裡面 它指出兩個方向 因為這個半導體已經在 摩爾定律的一個物理限制 所以其實這個東西很早 小晶片 抑制晶片的整合 其實很早就已經有這個概念出來了 那到這次的這個論壇當中 很確定是兩件事情 半導體既然摩爾定律的物理限制 在這邊之後呢 後面往往繼續前進的路 有沒有路 有 有路 路在哪裡 路就是高階封裝 以及矽光子 因為矽光子這東西 它也算是一個重大改變 把現在的電子傳輸改成光子 把電子改成光子過程當中 可以節省能耗 可以減少散熱 這個東西一旦結合半導體 細製程進去之後呢 我想目前各位看到 台積電目前在這方面 其實動作還滿積極的 它有跟國際大廠合作 也跟我們國內很多光通訊的一個 相關公司來做個合作研發 看能不能早日把這個光 跟電的一個訊號能夠完完整整的接洽之後 過去電的傳輸 這個通道裡面如何把它變成光能的傳輸 而能夠完全沒有任何的失誤 當然一旦研發成功之後呢 台積好像目前的消息訊號出來是 應該會在明年2024年下半年 會開始有接單的可能性 也就代表說會有這樣的傳言出來 代表說其實研發雖然技術上 還是有一點點的難度 但至少有進展 既然有進展就是好消息 那叫什麼 就是我們講到的機會 什麼叫機會 我們投資機會就叫有未來 當未來在眼前看到之後 那它就會形成各位的未來投資機會 這個投資機會 各位就是好好去找 所以上禮拜我們在節目當中 有提到希望子相關的概念股 那這個在一般AI類股 在震盪整理休息過程當中 當然禮拜五有很多已經談起來 然後包括剛提到銀幫拉漲停板 很接近這個波段高點 那矽光子這部分的相關概念股 我想尤其是光通訊的部分 我想如果各位可以發現 哪些公司是跟台積電有在合作研發的 那我覺得這個機會可能更大 既然台積電他認為下半年 明年的下半年有可能開始可以 大量這個接單之後呢 那跟他合作的公司是不是跟著 有水漲船高的機會點 所以在這方面到底哪些公司有機會呢 我想早上超版稿裡面 我都有把細光子概念 還有我認為在上禮拜 我既然AI類股有開始跌身反彈之後 有些股票可以值得留意的 那我今天早上超版稿都寫上去了 那各位如果說想參考的話 那不妨您利用打開您的手機 那手機打開之後呢 請打開你的LINE 打開LINE之後呢 在上面有一欄叫加入好友 那加入好友類欄 你就輸入小老鼠007RICH 或者QRCO掃碼 那掃碼之後呢 那麼今天早上的一個超版稿 或每天早上 我在開盤前針對美股的收盤 台北股市間大盤大概怎麼走 還有值得留意的台北股市的一些 我在關注的重點跟內容 那各位如果說想瞭解的話 不妨利用這個待會廣告時間 做一個加入的動作 我們先進廣告 待會兒來跟大家談談 其他值得留意的地方 好 歡迎來到回到現場 那剛才我們提到這個產業面的 這個所謂的矽光子部分 我想另外一個高階封裝這個部分 我想在台積電的COVERS 目前大概市場自首可熱 至少回答的H100 非常需要它 那這個上禮拜 大概Intel也20號發表了一個 全新的全球首款的晶片 用這個UCIE這個規格 來做出了一個處理器 這個處理器是結合台積電 這個N31的製程設備 加上Intel自己的3奈米 結合起來形成一個全新的晶片 這個東西我認為也是一個 蠻革命性的一個變化 那這個東西會帶來有很多IC廠商 IC設計廠商的一個新的機會點 所以在這個部分來講 各位可以特別留意到 這個產業的一個重要 我認為是一個重要的變化 那國內有一些IC設計公司 過去表現普普的 但是這一次因為Intel把這個組成 這個構成出來之後 我認為在這個聯盟當中的 相關的公司 各位都可以特別值得留意 那當然我會鎖定了少數幾家公司 那我認為是蠻有投資價值的 各位可以稍微做留意 那這邊大盤部分 那我們這個剛才提到 既然從8月初跌到現在為止 很多人說這裡到底多頭空頭 我提出我自己簡單一個概念 給大家想想 各位加權指數這是一個週限圖 週限圖的加權指數 上禮拜是一根大廠黑 對不對 好 那這條均價線是什麼 我可以直接跟他講 這條叫兩年線 為什麼我這用兩年線來給大家看 各位記不記得 去年歷史高點在18619點 那經過一段5900點下沙之後 這一次目前做類似V型反轉的上攻 到目前為止 這條均價線代表從去年的9月 這個去年到現在為止 兩年之間 這過去兩年裡面 大家的平均成本就在這裡 也就是說 加權指數一旦這個位置 16000點突破之後的這個區塊 代表什麼 過去兩年來大家經過大家努力 這個歷史高點 套牢這麼慘烈之後 那指數回到這個位置代表什麼 原來兩年之後的今天 台北股市加權指數的角度來看的話 其實只要做股票的人 大部分都小賺 我這樣講小賺 不要說大賺 小賺為什麼 你的平均成本 目前的這個位置 你給大家聽 是16087點 也就是16087點的這個位置 只要沒有被灌破 被藏黑跌破灌破 基本上我對我來講 這個代表代表多頭在這裡 仍然是一個存在的 它並沒有被空頭打敗 也就是說空頭已經被多頭扭轉了 也就是大家兩年才平均成本 大家基本上是小賺 那既然小賺代表它是一個多頭格局 既然是多頭格局 那你說在這裡 你說這個禮拜 好像中秋節變盤 是不是再壓回 其實如果再壓回去 測試這條兩年線 也不是個壞事 也不是個壞事 那只要這個位置 我認為只要是能夠守得住的話 我相信後面 應該還是有一段 大家所 這個在我所提到的 所謂的這個行情 一路到大選這個結構 所以在整個大盤結構裡面 從均價限兩年來 大家從重挫 到回復到現在為止 其實大家只要做股票 只要你有平均成本一拉 其實大家都是小賺狀態 在這個前提下代表什麼 它是個多頭格局 所以那麼 有時間關係 如果想知道我更多 對股票市場的看法跟想法的話 那歡迎您利用什麼 下午的YouTube頻道 財富密碼節目 鎖定我們的頻道 我們下午見囉 拜拜 拜拜 來 下午後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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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